大家好,我是Den 五元五童星在记者面前笑不出来的理由 参加韩剧《伊萨安平洛萨五元五庆功宴》的五元五童星 在记者们的要求也笑不出来的理由 令网友们爆笑了 笑一下,看这边笑一下 理由是因为掉牙了 这不就是个娃娃吗? 啊,在剧中也觉得很漂亮 新闻照片也很漂亮 它真的很漂亮,演戏也很好 真的期待它的未来 非常忙碌的Lachika 出演15%后大幅提高知名度的Lachika 最近已经参与了四组四代团主打歌的消息 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应该就是Lachika太成功了吧 Chanade舞变得最好 好喜欢Lachika的舞蹈 学起来也很简单 重点舞蹈也很多 编舞也很厉害 最近部分韩国中学生们使用的赞话 一位自称是中学三年级的网友发文表示 最近同学们使用很多 你是残疾人吗? 你这个残疾人家伙 这样的脏话 但是现在都开始说 你是五元五吗? 你这个五元五家伙 让很多人对残疾人改观的电视剧的女主名字 却用在这种地方 真的很伤心 接着一位网友留言 真的是这样 我老婆的学校有一名比五元五还要严重的学生 在五元五播出后 每当下课就会有几个学生去欺负他 让他学一下五元五 还说 五元五那么聪明 你怎么这样 而引起过争议 哪里都有傻逼们 一般中学高中生比较没有善恶概念 使用严重的粗口也是最多的时期 不过这不是最近孩子们的问题 以前也是一样 所以是需要指导 Ateez在日本的人气 7月16到18号 Ateez在日本横滨举行了首次的演唱会 而三天三万多张的门票 也是在开卖不到几小时就受光 证明了在日本的人气 而今年五月 Ateez在日本发表的专辑 也登上了日本Olicon周间专辑榜二位 来Music周间专辑榜二位等 刷新了自身最高纪录 哇太棒了 恭喜恭喜 哇本来就知道在北美很有人气 原来在日本反应也这么好 我是在日本的粉丝 没听到票真的很伤心 三万多个位子里竟然没有一个我的位子 啤酒广告 韩国一家啤酒公司 在官方SNS上传了一个感谢影片 并发文 寻找最近在春川啤酒卡车事故现场 帮忙的市民们 当天在现场的市民们 请拍QR库的留下联系方式 这啤酒公司很会营销 哦 林哲宇这样帮忙 真的不是简单的事情 用这个来做电视广告 应该很可以 Sony solo出道 前Wonderers Sony 将在7月19号发表单曲 Cless Heart 7月26号发表第一张 Solo专辑 前女影 是吧 竟然在2022年 能看到侧脸的Solo舞曲 太棒了 经纪公司是 一旦所谓的所属公司 哇 不过因为是爱豆出身吗 马上就能消除孩子妈的形象 完全变成了爱豆模式回归 韩国大口参口书的封面 2022年 韩国大学口试参口书的封面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小时候也这样该有多好 我认识的孩子每天都拿着这些书 看起来很像宅男 所以觉得不怎么样 很好奇男学生们的反应 所以男同学们觉得怎么样呢 直播中中奖21瓜瓜乐的网红 韩国一位网红 在自己经营的花店打开了直播 而在直播中 挂自己买来的瓜瓜乐的时候 突然流泪跟观众们说 我真的中了21 然后急忙说要回家 就关掉了直播 哇 好羡慕 哇 这样公开的话不会危险吗 这世界真的有太多疯子了 很可怕 彩券中奖不应该告诉任何人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以后一定会有很多令人心烦的事情 赛艺演唱会舞台上的修稿 7月16号 彭坛虽然的修稿出现在 赛艺在首尔举行的演唱会舞台 与赛艺演唱了 Date 而因为是无预警的登场 所以让舞台下的3万观众们 以及网路上的网友们都兴奋了 开卖实力也太好了 自己做的歌 看到不是阿民的这么多人 也一起呐喊跟唱 一起享受 心情会有多好呢 修稿真的很帅 也很羡慕去那里的观众们 但是也希望不要指责那些担心甘恨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